欢迎来到麦子学院的线上课程 今天是Fabric课程的第一课 我是这一课的讲师 我叫Ray 那我先来做一个自我的介绍 我从事软件行业呢 也有十七八年的时间 因为我本人也是一个技术迷吧 从开始工作到现在接触的项目 那么主要在技术方面上呢 我是在互联网技术 一直发展到现在的移动互联网 甚至是app方面的东西呢 我一般也一直在follow up 一直在这方面重视这个工作 在众多语言里面 我认为Python是我用过的 比较简洁 比较高效 更讲求时效性的一门语言 所以呢现在我自己 平常在工作和学习的主要的主体语言呢 会以Python为主 Fabric呢 是一个Python下的一个工具 而在整个课程里面 我们首先在第一课要了解 到底Fabric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为什么它在我们的Python开发中 会占据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整个Fabric这个课程的一个大纲 我们要讲到的就是这个Rick Rick就可以看到它在 只是把make的第一个字母给改成R 因为我们会发现Ruby系列的软件都喜欢这样 把第一个手写字母都改成R 而Rick比make呢 更先进几点就是说 它可以使用Ruby特有的DSL的语法 去编写这种构建的脚本 那么另外以脚本化的代表的 而且比较出名的这个工具呢 就是Grant和Grant 这两个呢是以JavaScript阵营 就是说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JS下 都会常常见到它们两个的身影 那么另外还有两个呢 我在这里也没有突出讲 就是好像是Maven和这个Ant 这些在Java阵型的工具了 而且呢 大家如果细心发现的话 每一个语言 它背后大多数会存在着 这么一种构造 程序用的一些 一个任务化的工具 那么每一个语言体系里面呢 一般上会把它叫做构造工具 或者任务工具 但是呢 我们如果去 以这种思维去看Fabric呢 你会很很奇特去发现 一个看我们在官方上找到 Fabric的一个定义 这是Fabric的一个官方的 Tutorial的一些说明 大家呢在以后也可以多上这个网站 去找到Fabric的一个文档 比较详尽的 只不过呢 我没有找到这个官网 这个官网上是没有提供中文的 那么也不要紧了 反正我做开发人员 英文也不是我们害怕的东西 它的第一个定义就是说 Fabric呢 是Python下的一个命令行的工具 它是可以 主要是使用SS工具呢 做一个远程的程序发布啊 和一个系统管理的任务 另外一个呢 它还有另一个补充定义 就是说它可以通过我们的命令行呢 去执行一些Python的函数啊 同时呢 它也是让我们的程序外壳啊 就是说我们在终端里面 以Python的方式呢 去执行SXH的一些任务 那么其实我开始的时候 光看这两个Fabric的定义呢 会看得很懵 因为它只不过是一个 普通的命令行工具而已 而Python本身也是 可以直接在终端里面去 执行自己的脚本啊 那么为什么我需要用Fabric这个东西的存在呢 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就回到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话题 如果我们首先先把Fabric 放在Urig GramGram 还有Cmake等等这些 任务构造工具上 我们会发现 Fabric完全可以 做到了这一些工具 所能做到的工作 也就是说它可以负责Python项目的构建 和Python进行一个打包 我们如果做过Python的一些开发的话 其实也知道 其实Python是不用编译的 因为它一运行起来 它会直接去生成一个PyC的外进制文件 但是呢 不要忘了我们在开发环境中 这个过程呢 有可能有很多文件 并不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发布出去的东西可能只是一部分 另外一个呢 因为Python下的框架是多如牛毛了 大家需要的环境和部署的要求呢 都不尽相同 所以呢 我们用Fabric去处理这些东西呢 它的情境并没有像Rick和GramGram这些那么突出 但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容易理解Fabric是什么东西的 第一个入手点 而Fabric在后面的课程里面 我们将会看到它的一个更比传统的Rick和GramGram这些工具 这些任务式工具更不一样的地方 而且也会深入去理解到为什么Fabric 它的定义这么奇奇怪怪 因为它并不单纯被定义于去做一个执行本地的开发任务 测试任务或者是构造任务 部署任务这些东西的一个工具 它确确实实真的能去做到 它做到这个叫做System Administration Task 去处理一些系统管理员的一些任务性的东西 就是说你可以在一台机上执行一个脚本 去管同时管理远端很多很多服务器上要做的一些细碎性的工作 那么我们可以先来对Fabric这个工具做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第一个就是说在刚才讲的很多都是理论性的 那么怎么来开始 我在这一课里面有一个简单的实践 先试一下 那么我们在后面的课程里面会更详细的去讲述Fabric 应该怎么来用 怎么去处理它的任务 我们可以通过命令行模式呢 这个是先清理一下我的机器的环境 我们有一个目录 首先我用Vitual Environment建一个虚拟的环境来去执行我们的Fabric 那么关于这个虚拟环境为什么要用这个工具呢 各位同学可以去参考我们麦子学院的其他老师的课程 关于Python这方面专门去讲述为什么要使用 Vitual Environment这个工具 这个虚拟虚拟Python环境 其实它是隔绝隔绝的一些不需要引入的依赖吧 安装了它以后呢 我们先要激活 那我们安装 把Fabric安装到当前的Python虚拟环境中 OK Fabric安装以后呢 那么它需要运行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那么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要建一个叫Fabric File 这么一个文件 如果你细心去看呢 如果在这个Rig和CMIC File里面有一个 比较出名的就是MIC File 在很多项目也看到 如果你在用Rig里面会有一个Rig File等等 其实大家这些都是很相像的 跨语言来去理解这个东西呢 能让我们学得更快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题外话 那么我建立这个东西以后 其实我的Fabric的基本环境我们已经有了 那么我们的这个Fabric的工作 的任务定义就都放在这个Fabric File里面 可以打开这个File 我写一个简单的代码 其实它的用法呢 跟普通我写一个普通的Python脚本 几乎是没有差别 我这里只有一个Hello的一个方法 打印在屏幕上打印一个Hello World 怎么去运行这个文件 它就不是像我们以前这样 Python Py不是这样运行了 它把我们刚才的函数直接就定义为一个任务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它是一个任务 我们通过Fab这个指令 然后我们刚才有个Hello 一执行它就可以出现Hello World 如果我们把这个Fab的内行呢 当做执行任务的一个工具代理 那么所有的Fabric的任务定义呢 都会被放在这个Fab file中 而且呢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些範例的时候啊 可以通过Fab file的一个List的指令呢 可以看一下我当前能这里是加一个List的参数呢 就可以看到我当前这个目录下可以执行哪一些任务 那我这定义了一个Hello 就是做一个输出 那么好 我们在这里到此为止呢 我们算是对Fabric有了一个最初级的模糊的一个认识吧 或者也更多在一个对这一类任务构造工具的一个基本概念的讲述 或者有一个接触 那么在我们后面的课程呢 我会从Fabric的应用啊和更详细怎么去写这些任务脚本来入手 来帮助我们怎么把它应用到我们的整个开发过程中 好 那么今天的课程呢 也就到这里结束 欢迎大家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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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